大家好,这个君子呢有时候我们养着养着就会发现它这个叶片呢开始出现不够光亮的这种情况 很多花友呢就总想着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提升它这个叶片的光亮度 其实呢有一个方法既不用花钱还相当的好用 这种方法呢就用到了这个香蕉皮 这个香蕉皮呢它含有非常多的这个甲元素是能够提高这个叶片的光洁度的 其实呢有一些花友呢也知道这种方法但是呢就给它使用的时候使用方法不对反而呢起到了反效果 那就是直接用这个香蕉皮去擦这个君子兰的叶片 其实这种方法呢是不对的啊这个香蕉皮它里面呢含有比较多的这种灰白色的这种颗粒啊 全部把它抹到这个叶片上面呢比较粘重啊会堵塞它的这个毛孔 还容易粘附这个灰尘所以呢啊这个方法呢我们就不要用 我们最好呢是把这个香蕉皮啊先切碎切成丁 切碎切成丁之后再把它放到这个水瓶里面啊把它密封起来 放到太阳上面去晒让它发酵一下啊做成这个香蕉皮的水 再给它擦拭这个叶片的话呢这个效果会好很多的 比你直接用这个香蕉皮擦效果要好上好几倍 那么现在冬季发酵这个香蕉皮水的这个过程呢会变得很长 所以呢啊我们就想着要怎样去加快这个肥水发酵的过程 那么就用到这个淹木菌液这个菌液里面呢是含有非常多的这个乳酸菌和这个酵母菌 是能够加速这个肥水发酵的过程的啊给它里面加上一点就能够让这个肥水呢啊加快一倍的时间 那么得到这个肥水之后直接呢就取上面的青叶用一个软布蘸取 然后呢再给这个菌子兰它的叶面正反面都擦拭一遍 那么这个叶片就能够恢复光亮了 那么给它擦了这个香蕉皮水之后呢我们在第二天要给它回水一次啊 用这个清水再喷洒一片这一个叶面因为这个香蕉皮里面呢还是含有一定的糖分的啊 给它喷洒一下去除这个糖分的残留 那么这个叶片呢在经过这个香蕉皮水擦拭之后就能够光洁如新了 如果你家的菌子兰它的叶子呢也出现了这种不够光亮的这个情况的话 可以试试这种方法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好本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